咱们继续讲 绝版孤本 当头炮 马来跳 红方进兵致马 黑方采用 反攻马 红方直接上马 黑方一看 都什么玩意啊 据说 这个串打 扰威镇江湖的反攻马 胜率降了三成 历经三百年 屡试不爽 公元大也就不明白了 得子 还有错不成 红方进居 先手捉炮 再平居 捉 然后 进兵 在平炮 打局 杀足 捉马 准备阵 空头炮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 退卧 新马 妾子 争先 正是 琴球卖马的 魅力所在 一马 等于三先 红方 抢了 至少 六先 所以 想输 实力都不允许 中炮 一想 势不可当 关键 黑方不敢 把马盘出来 因为 一招毙命 好 咱们回到节点 所以黑方飞向 刚才打局的地方 黑方要是进了向 这里进居 捉霜 黑方就窝囊死了 因为上了马 双向 手拉手 红方肯定要 转到内线 攻击 飞向 已经打通了 鞠路 把鞠掉出来 当然 黑方不能来捉炮 绝杀无击 黑方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进居 一个是进炮 第一种 就是要来砍中兵带想 出炮 红方直接平居 关键不能杀中炮 是吧 没了 只能是平炮 党局 红方想得回狮子 非常容易 但是 追求利益最大化 黑方一听 可能都笑了 那你不杀我的炮 我捉你的炮啊 你炮一走 我马盘出来了 但是 红方有惊天妙手 平炮 打局 不敢砍 绝杀无解 所以 黑方只能平开 红方 近约一点 准备 打象杀起 还不能保象 因为这个 绝杀 所以 黑方无奈 只能是 来个响 因为你要硬僵啊 关键这个打象杀 还在 只能含泪杀炮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 咱们再回到 节点 公元大爷认为 弹子炮 能守住 因为你平居 我就挡 你进兵 没有炮架 我自己答应一个 红方再进兵 那黑方 肯定要出局 红方就 乾坤 大挪 黑方不敢杀 因为 进炮一将 只能退局 一砍炮 又是绝杀 所以只能是 给炮生根 黑方退马 准备盘旋而上 消着个中炮 红方就先 登局 这个马一旦 盘上去 肯定露不住 所以 必须干掉 当然黑方不能杀鞠了 这边门工 那 鞠要闪开 退回 河口 准备杀兵 带想 抽炮 红方就 进室 要杀兵 没有想 进炮 是杀起 所以 捉炮 那你炮一走 我就杀兵 捉炮 但是 红方 平帅 不敢杀炮 一招 必命 只能上马 保住 底势 还踹着炮 红方 就平炮 还是不能杀炮 是吧 所以 无奈 只能杀兵 把这个马一敲 没办法了 只能含泪 傻炮 然后 拜拜 拜拜